出清楚 剛剛上菜囉 開錄之前就一直聞到 我們中國人 非常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味道我們稱之為香 但是外國人很難接受 認為它是臭的 很簡單是什麼 臭豆腐來的 很香 很香 老師 今天要找我們煎臭豆腐嗎 當然不是 沒那麼簡單 煎臭豆腐 不然呢 也不是滷的 不然呢 也不是清蒸的 也不是 炸的 我們今天用炒的 炒的臭豆腐 是 今天要做這道菜叫做 麻香雞袍臭豆腐 米酒一大匙 像我們一般臭豆腐有沒有 像這種臭豆腐只有在臭豆腐店看過 一般要買的話 去哪裡買這種臭豆腐 這種去大麥廠買就好買 現在大麥廠 他們都是真空包裝的 它上面就寫臭豆腐嗎 真的 而且是沒有調味過的 沒有看過這樣白白的 所以打開就是味道非常的香 而且它一定是真空包裝 不然它整間可能就 大麥廠都以為裡面有什麼 對 老師你現在切的是 我現在這是薑 薑 薑 我用的是紫薑 我要把它切成末 等一下我們所有東西盡量都切末 因為我們不要讓它這麼的突兀 我們希望你在吃臭豆腐的當中 能夠帶一點點不管薑 不管蒜的一個香氣出來 再來這是蒜頭 蒜頭 也要切末嗎 對 切末 要先拍的 好 這樣處理完現在是蒜 蒜 切成末 蒜也把它切成末 對 盡量的東西都切末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的一個 是臭豆腐 那臭豆腐我等一下會把它弄成泥 泥 臭豆腐弄成泥 什麼都是泥 對 很重要的臭豆腐 請你們幫我一下好了 壓乾水 不用…這太臭了 我們不要讓人摸到手 沒有 塑膠袋 把它丟到塑膠袋裡面 然後直接用泡的塑膠袋 直接把它稍微捏一下 捏碎 對 拔瘋好了 老師現在正在切我們的香菜 一樣的東西都稍微 香菜就不用剁得很碎 稍微帶一點 斷狀這樣的一個方法 不要捏破 這樣子嗎 因為它這個雞肉是什麼雞肉 雞肉這只是個理雞肉而已 理雞肉就可以 我現在把它切成 我們雞泡 我就要切成雞泡 對 這雞皮就有點像這種肉末 對 就像雞絨有沒有 它把它切成絨狀 好 都把它弄成末了 是 剛剛準備了 薑 蒜 香菜 雞肉 還有我們的臭豆腐 都把它弄成末了 對 這個油是 這是剛剛我們前面有蚵油 蚵油 對 我們來帶一點蚵油 蚵油如果沒有的話 家裡用砂油 沒有問題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要強調 薑是慢熱性的東西 先炒 它才會有香味 OK 記得在家裡炒菜 那麼多的辛香料 不管蔥 薑 蒜 辣椒 絕對是薑鮮香 薑鮮香 所以有了基本的概念 其實有時候煮菜 真的是大同小異 沒有這麼困難 那薑炒到有香氣的時候 我們再慢慢加一層 不管是蒜 還是有蔥 好 那個油真的香 好 慢慢它開始有金黃色的出來 對不對 而且薑的味道也出來了 好 我把這個蒜頭 蒜 放進來 香菜千萬不要那麼早消 就是一層一層的辛香料 把它炒出來 這就是這整道菜 最重要的靈魂 層次 對 有時候大家速度快 其實有時候好吃 是在辛香料跟煮材料的結合 那如果你的辛香料炒的一個 時間不夠 我跟你講 你只會只有煮材料的味道 不管臭豆腐就這麼的臭香 臭香 如果你今天肉就是肉的那種香味而已 互相沒有辦法做搭配 對 然後再來 雞肉 雞肉末 是 剛剛我們切的雞肉末 你直接放進去 所以剛剛其實 油也不用加太多 因為在炒過程中就會有油 對 然後這個是辣豆瓣醬 辣豆瓣 自己釀製 像醬油這樣 它需要加過油去炒 才會香 是 所以如果你只有單單的加 我跟你講 只有鹹跟辣 你不會有香 可是坊間上面還是買得到 你說買得到 辣豆瓣 是買得到 我說如果再運用在料理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炒過 油在旁邊要先炒 它的色澤會出來 它的香味也會出來 那你等一下就吃這個就好 什麼肉吃這個就好了 什麼話 所以其實大家在家裡做菜 記得一個重點 所有食材 它需要怎樣的一個溫度 怎樣做提煉出來 是最重要的 OK 在鍋邊炒一下 有香氣的顏色慢慢會呈現 像鮮紅色的時候 小心會噴 好 那我們再來就跟這個雞肉 混在一起 開始盪色了 有點像麻婆豆瓣 再來 好浩豆瓣 好浩豆瓣 對啊 對 浩豆瓣 好酷 進來了 好 原來又有辣豆瓣 好 這時候我們加高湯 加一點高湯 好 雞高湯 對 雞高湯 幫我加一匙在裡面攪一攪 兩匙 湯匙那麼小 這邊是太白粉 加上兩匙的雞高湯 雞高湯 再來加好了 再來 再加 把它調成太白粉水 那其實怎麼調 再加最重要1比1 好 一湯匙的太白粉就加一湯匙的水 好 那因為我們湯匙比較小 可能先前我們沒有量 我們就把它攪成太白粉水 就OK了 好 OK 然後這邊是花椒 花椒 一樣撒一點點進去 真的是麻婆豆腐耶 真的 很麻婆豆腐的感覺 對 然後糖 糖 糖是能夠帶出 對… 帶出那個鮮跟鹹 好 好 才不會讓它那麼的死鹹 死鹹 好 再來 這放我家 我可以吃半個月的那個 麵條 為什麼要加米酒 一樣 我們去去一下那個味道 還有嗆出那個味道出來 好香喔 好香 好 醬油 醬油這時候加就是帶出它的顏色 人家說的胡鍋是 我們讓它漂漂亮亮 不會覺得這麼的 顏色這麼的白 一咪咪就好了 兩瓶 兩小瓶 最後用大火嗎 對 用大火稍微讓它去炒一下 OK 好 然後呢 太白粉水 不用加多喔 一點點就好 勾芡 對 勾芡 那它把汁跟臭豆腐 我們剛剛這太白粉是用那個雞高湯一起來 一起來勾芡 好 對 麻煩你幫我把生菜放到銀色的盤子上 看你想怎麼擺都沒問題 最後來一點點蔥花 這起不就是麻婆豆腐嗎 麻婆豆腐的做法是不是也差不多是這樣 也差不多這樣子 只是我就說把臭豆腐拿掉 換成豆腐 換成豆腐 就是麻婆豆腐 對 就兩個交替就好了 OK 天女上花 天女上花 擺牌是他們的專業 好 然後我要這個盤子裝 臭豆腐 Yes 好 最有名 這個 也行 很有味道 因為會浪費嗎 對 很新鮮 對 很大氣 好 我們讓臭豆腐有新的面貌 麻薑雞袍臭豆腐 麻薑雞袍 不加香菜嗎 要... 加最後嗎 你不擺怎麼樣 沒有... 還沒嗎 沒有 香菜 還沒嗎 老師 我不懂妳的明白 這很難動 沒有 再放上去嗎 我懂妳的意思 妳就這樣擺 好 要上次就這樣子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沒有要這樣子 妳不是叫人家亂擺嗎 這樣就擺盤 妳只是要擺一邊而已 對 就有點像配著生菜這樣吃 這樣還要擺 就放上去就這樣擺 沒有 還要放在這邊 對 豆腐 愛弄 愛弄 對 像蝦鬆的這種 說嘛 我剛剛偷吃了幾個 像蝦鬆的樣子 麻香雞袍臭豆腐完成了 各位期待吧 上菜囉 取少許花椒 糖 放入鍋中 淋上少許米酒 兩小匙醬油 轉大火快炒 淋上太白粉水拌炒 最後加上蔥花即可完成 好香喔 真的太小了啦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跟我看的一樣 蔥豆腐的味道喔 好吃 這樣煮完之後 它那個味道有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的嗆 真的 然後它那個雞肉的味道有沒有 因為老師有點 炒到有點嗆嗆 它那個雞肉的味道 吃起來之後 有點軟軟的感覺 而且裡面還帶一點 雞肉湯汁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 蔥豆腐的味道有沒有 而且老師最有加高湯 高湯味道跟蔥豆腐的味道 非常的平衡 而且這樣子弄完之後 它原本的嗆味有瘦一點 看它那個黃豆的香氣 是有一點點的 對 那香氣還是有出來的 好好吃 麻將雞肉湯好不好吃 好吃 超化妝 我們今天的帥廚 帥嗎 帥 正非小廚娘 生活主義一樣樣強 他們上次見了 我吃個葉子也太多 你不要吃葉子也太多 我壓力 真的好吃 我做這個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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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